南摩达斯 巴卡瓦多 阿拉哈多 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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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斯 各位法友,大家好! 好,上次我們介紹了色雜 色雜的七種我們已經有介紹過了 這七種就是因、禪之、道、根、栗、真善、實 接下來是補充說明 他說在這二十二根中 為之當之根是虛頭還道字 聚之根是阿羅漢果字 乙之根是中間的六個字 這個我們清楚了 那命根依色無色差別為兩種 也就是說有這個命根色跟明根色 也就是說色命根跟明命根 然後接下來的補充是說 在兩種前五世中不得殘肢 二五世不會有殘肢 而在沒有精進的心中 我們在第二章學過有十六個心沒有精進 十六個心就是 二五世、三異界跟三推渡 那沒有精進的心不會有諸粒 不會有這個粒 不會有這個粒 然後在無因心中 我們知道有十八無因心 無因心裡面不會有道之 而在儀心中的儀淨性 它不能作為這個道之 它的定不能作為道之 而它的定也不能作為這個定根 那它的定也不能作為粒的作用 唯獨於二因或三因的塑形心中 可以得到四真上中的一個真上神奇 剛剛都已經講的應該是夠清楚了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 這個 二五世跟它相應的瘦以及一淨性 它是達不到殘肢的地步 它說這個二五世不得殘肢 那就是跟它相應的這個瘦還有一淨性 不能達到殘肢的這個地步 因為這個殘肢裡面它有瘦 就是那個月幽蛇那個都是瘦 那那個還有一淨性也是啊 所以二五世裡面的瘦跟一淨性 是不能達到殘肢的地步 然後這個十六種沒有精進心鎖的心 它的一淨性心鎖是不能夠實行這個定力的作用 在這個十六種沒有精進心鎖的心 它裡面的一淨性 它是不能夠實行這個定力的作用 不得足利 那麼在十八五音心裡面呢 它是沒有倒資的 十八五音心裡面不會有倒資 因為五音心軟弱無力 那那個 疑相應的心裡面 疑相應的心裡面的這個一淨性 它是不能達到這個 不能達到這個倒資還有這個 根還有這個力的這個作用 但是這裡要知道 它不能達到倒資 但是它可以達到殘肢 這裡的說明 對於我們後面要學的那個二十四元 非常重要 就是 每一個心靠什麼元升起 像在疑的心裡面 它可以有殘肢 可是它卻不可以有倒資 也就是說它可以有殘元 它不能有倒元 所以這裡要弄清楚 然後這個 在二音或三音的塑形心裡面 才可以得到四真上中的一個真上 好現在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那個經節的敘述 竹根當中 位之當之根是虛頭環道字 具最終之根是阿羅漢果字 最終之根是中間的六種出世間字 命根有兩種就是明根色 這裡知道這個 這個中間的六種是哪六個知道 就是四 這個 中間的六種就是那個 八個道心 八個果心 或者說八個道字 八個果字 去陀跟去為就對了 去除虛頭環道字 還有去除阿羅漢果字就對了 然後在五根式裡沒有殘肢 在沒有精進的心裡面就沒有力 在無音心裡面沒有道分 同樣在宜相應的心裡面 一淨性心所 他不能夠達到 這裡寫錯了 不能夠達到道之 不是殘之 這裡要改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裡明明講的 這個一淨性的這個心所 不能達到道 這個道有沒有 道還有根 Maka 還有 Indria Indria 是根 因為他這個A被I吃掉 還有這個Bala 是利 不能達到這樣的程度 程度 那 在同一個時候 只能夠根據情況獲得一個真上法 而且只能是在二音或三音的塑形心裡 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版本是2015年比較新的版本 他寫錯了 但是 在這個 在這個 2010年的版本裡面 2010年的版本裡面 他卻是對的 這裡 這裡 在於相應的心裡面 一淨性心所不能達到道之 這裡才是對的 這個道之 道 Maka 所以這個有一點特別 就是說 在 心版裡面 他反而把它改成是錯的 因為這裡明明是道之 而且看那個英文版 也是他英文 他也是寫的是這個道 不是寫的是禪 好 那 注讀說明說 五種根式只是純粹面對各自的目標 由於他們的作用跟依觸色還很弱 由於他們在心路過程裡所站的是很基本的位置 因此他們不能緊密的觀察目標 所以 與他們相應的受集一定性不能達到殘肢的程度 另外 這個巡 是殘肢的基礎 但是在五種根式裡 並沒有巡 這並不是因為 這個 有如這個高層次的殘那般 他已經超越了他 而是因為他們的作用太簡單 這個 所以不能包括在內 我們知道這個 二五式裡面 他是沒有巡跟巡的 他沒有巡 沒有巡 不是因為殘肢的超越 不是因為說 像這個 出殘 二殘 三殘 捨棄 一些殘肢 他並不是這樣 是因為 他們的作用太簡單 所以這個巡 或是巡 沒有包括在內 同樣的 必須擁有精進新手 才能夠使得他 這個成分達到利的程度 所以沒有精進的新手 是不能達到那個利 九利的利那個程度 因此在十六種沒有精進的心裡面 一淨淨的新手 是不能實行 定利的作用 因為九利是這個 信 敬 戀 定 慧 裡面有定 還有慚愧 無慚無愧 另外 十八的無音心 無音的心不能夠作為導向某個目的之道 因此在十八無音心裡面 他是沒有道分的 在餘相應的心裡面 一淨淨削少了聖結的資源 而且被餘的猶豫不絕的本性淹沒 因此不能達到道分 根或利的程度 這裡的道就對了 你看他這裡寫錯 這裡寫禪 是不對的 所以不能達到這個道分根或利的程度 在同一個時候只有一個真喪法存在 因為真喪法的本質就是在任何一個心裡 只能有他們四則之一執行總支配的作用 而且是在二音或三音的塑形心裡面才發生 最後的這個寄送是在說明 他們這七列呢 他分別是有哪些究竟法 哪些自性法 還有他們是屬於善不善或者是無忌 六音是貪稱痴無貪無稱無痴 那麼他就是六個心手 六個自性法 那這個五禪之 雖然講的是七禪之 但是究竟法只有五個 因為尋世襲 一淨性 樂憂蛇 這個尋世襲 都是雜心手 那一淨性是騙一切心心手 喜憂蛇都是受心手 所以這合起來是一個心手 所以總共才五個自性法而已 所以說五禪之 那道之有九種 所以雖然是十二道之 但是他只有九個自性法 就是正見是屬於會心手 正思維跟邪思維都是屬於尋心手 然後正儀正業正命他是美心手 正精進跟邪精進都是屬於精進心手 然後正念是美心手 正定跟邪定都屬於一定性心手 是騙一切心的心手 然後邪見是不善心手 那麼也就是說 前面就是八個心手了 八正道 就是八個道之 就是八個心手 然後後面的四個邪道之 那麼除了邪見是心手以外 其他的都跟前面是同種心手 所以四個邪道之 就是只有多出一個心手 所以總共是九種心手 九個自性法 所以這裡說這個道之有九種 然後根法有十六 所以剛剛講過說這個二十二根 二十二根可以合併為十六根 按照究竟法來看 因為這個前面 這個 眼兒鼻舌身女根男根 還有這個社命根 這樣就是有八個這個 社法八個自性法 然後這個異根 八十九心算一個究竟法 然後這個樂苦月幽舌 都是屬於受這個究竟法 那就少了四個了 然後這個信進戀定慧 這五個 但是位之當之根 倚之根跟聚之根都是屬於慧 那麼這樣又少了三個 總共少七個 但是這個命根分成 社命根跟明命根 所以 等於是少了六個而已 所以變成十六根 變成十六根 所以是 根法有十六 律法說為九 那這個九律呢 全部都是心手 因為它是這個 信進戀定慧 慚愧無慚無愧 都是心手 所以 立法說為九 說四種真上 四種真上是四種自性法 這個 義 它是雜心手 經進也是雜心手 然後心 算一個自性法 然後觀是屬於慧 時 義有四種 四種時 斷時是屬於設法 那觸 那觸 意思實 或叫做施實 然後這個施實 然後這個施實 這些 就是 觸是心手 施也是心手 那施是心 所以 它 是四種自性法 善等即善類 那這個總共有七類 包括善 不善 跟無忌 故說為 這個 色雜法 因為善 不善 無忌都有 那這個有七類 它原文是有講到七類 是有講到七類的 這個 這裡 Sa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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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ta就是七種 七種的意思 Satata 七種 所以 這個是這樣 然後 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那個 經節的係數 從這個表七之後 表七之後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六個音 它是六個心手 那 貪稱痴一定是不善 那無貪無稱無痴 它是善跟無忌 那 七個殘痴 它事實上是 這個 優一定是不善 但是 尋世襲 一淨性跟月和蛇 它是善不善 無忌 都會有 但是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總共才 五個字性法而已 因為尋世襲一定性 這個月、幽、蛇都是屬於獸 那這個道分 四個邪道分 是不善的 那 八個正道分 它是善跟無忌 那我們知道它總共是九個心手 然後這個二十號根 除了幽 是不善以外 然後這個 一定是善的 是位之當之根 因為這個是虛頭反道治 道心 道心一定 道心是屬於善心 然後這個 一定是無忌的 那麼這個 八個色法 八個色根 這個 這個 五個 這裡不能講這五根色 是五根色 就是 眼而鼻舌身 眼淨色 鼻淨色 鼻淨色 蛇淨色 身淨色 這裡講 五根色是不對的 是五根色 五色的根色 這根色 然後 兩個性 性根 男根女根 然後還有這個 色命根 或者是 命根色 這八個一定是無忌 色法是無忌的 然後 熱身事 苦身事 它是果報心 是無忌的 記最終之 代表就是阿羅漢 這個 果治 它是無忌的 它是阿羅漢 然後 善跟無忌的 是 美心所 信念慧 然後 最終之 最終之就是裡面有善有無忌的 裡面 不是說可以善可以無忌 它是裡面有善有無忌的 如果是道心 道治 它是屬於善的 如果是果治 它是屬於無忌的 那善不善無忌都有的 這個明命根 因為所有的心都有明命根 還有這個八十九心 意八十九心 它有善不善跟無忌 那這個月跟蛇這種獸 在這個善不善跟無忌心裡面都會有 然後精進是雜心所 所以 三種都會有 定是 騙一切心心所 所有都會有 然後 九種力 是無慘 無愧 一定是不善的 然後這個 信念慧 慚愧 它是美心所 所以它是 善 或者是無忌的 那這個精進 跟定 跟前面這個類似 它是三種都會有 那視真上 這個觀真上是會 所以它是善跟無忌 另外的意 精進跟心 是三種都會有 因為這個是 意跟精進是雜心所 這個心 是 那個 五十二素行心裡面的那個 有 善 不善 跟無忌的 像阿羅漢果心就是無忌的 它是可以當作 素行心 然後這個事實 斷實是無忌的 它是設法 然後促實 絲實 跟這個事實 或者是心實 它是 三種 都會有 總結 它就說 根據個別法 就是根據各個自性法 不同的自性法 你說六因 六個因 六個自性法 五禪之 七個禪之 是 只有五個究竟法 九道分 十二道之 是只有九個究竟法 二十二根 是十六個究竟法 九利就是九個究竟法 九個自性法 同樣的 以說 四真上級四十 如是 以從七個方面解說 包含三法等 的混合類別的概要 那 根據個別法 傳之有五種 因為 月幽蛇都是瘦 而瘦只是一個心所 那上文你解釋了 諸道分如何縮小到九個 那諸根縮小成十六個 因為 第十四項 只是屬於一種心所 就是 樂苦越憂所 只是屬於一種心所 就是受心所 第十九到二十二 是屬於會心所 就是 這個 為之當之根 以之根 祭之根 那 是屬於 這個 會心所 命根 分為 兩個個別法 那就是屬於二十八色之一的命根次 還有屬於五十二心所之一的命根 我們在 我們在 看那個 色阿比達摩一論表解的 裡面的 那講的就 更清楚 我們看這個色雜裡面 六因 貪稱吃 無貪 無稱無吃 他是六個心所 六個心所 那 這個 貪稱吃 是屬於不善的 無貪 無稱 無吃 是屬於美心所 所以呢 這個 他是 善 跟無記 那 這個 七個禪之 七個禪之 總共只有五個心所 只有五個心所 那 十二道之 總共只有九個心所 二十二根 總共是 一個心 六個心所 八個色法 十六個自性法 這裡應該是 一心 七個心所 八個色法 才對 這裡是七個心所 哪七個心所呢 因為 信 禁 戀 定位 他就是 五個心所 再加上 這個 樂苦 月 悠舌 是屬於獸心所 就六個心所了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 明命根 他也是心所 每一個心都有這個心所 所以這裡應該是 一心 七個心所 跟 八個色法 所以是有十六種 自性法 有十六種 自性法 那這個 九粒呢 是九個心所 四真上 是一個心 三個心所 四十 是一個心 兩個心所 跟一個色 當然 我們知道這個心 他必須是 五十二素形心 必須是五十二素形心 他才能夠 作為這個 真上 好 我們看他的 善不善無忌 六陰裡面的 貪稱之一定是不善 無貪 無稱 無痴 他就是善 跟無忌 然後七禪之呢 這個 尋世襲 一淨性 跟月 都可以是 善不善 和無忌 還有蛇也是 那這個 優一定是不善 那這個十二道之裡面 八正道一定是善跟無忌 那四邪道一定是不善 那四真上心 這個 欲 心跟精進 他都是屬於善 不善跟無忌都會有 那這個官 那一定是善 跟無忌 那四實斷實是屬於無忌 因為他是設法 另外的 促實 意思實 跟四實 他是 三種都會有 不善 善 無忌都會有 這個二十二根裡面 一定是不善的 就 只有這個優 只有這個優 那那個 一定是善的 一定是善的 就是 只有這個 為之當之根 因為他是虛頭環道心 這個一定是無忌的 那就是說 這一個 七 這個 八個 色根 然後 還有這個熱跟苦 因為他們是 那個 那個 他們是那個 果報心 還有呢 這是聚之根 就是阿羅漢 這個果治的 那麼 三種都有的 那就是 命根 意根 還有這個 月根 舍根 還有精進根 還有定根 這個九粒裡面 一定是不善的 就只有 無禪 和無愧 那屬於善跟無忌的 就是 信 煉 慧 禪 慘 愧 因為這是 這個美心所 那三個都有的 就是 不善 善無忌 都會有的 那就是 精進 跟定 因為精進 是雜心所 定 是騙一切心 心所 這樣 我們就把 第七章的 第二個單元 在這裡 告一個段落